封建时代 由于生产力不发达 交通工具也比较有限 即便是封建王朝的统治者 其路上出行代步 也不外乎马车和轿子 顶多他们的交通工具 比普通贵族要气派 耗费的人力物力 多一些罢了 但到了清朝 特别是清末的时候 这种情况开始有了改变 随着列强用枪炮扣关 打开了清廷封闭的大门 无数的新思潮 以及所谓的奇迹银桥 涌入中国 而洋物运动的兴起 也让中国的生产力进一步提升 新的交通工具开始出现 最典型的就是慈禧太后 六十大寿的时候 袁世凯送他一辆 花费万辆白银打造的 冰式老爷车 而李鸿章 也曾邀请慈禧乘坐一新式交通工具 还闹了个大笑话 李鸿章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 与曾国藩等人齐名 在镇压太平军以及碾军时 立下赫赫功劳 后来投身于外交 以及洋务运动 为了挖煤开矿 满足工业所需 李鸿章奏请修建铁路 但此举 遭到了洋务派的激烈反对 他们认为修铁路 会破坏风水龙气 火车的身影更会惊扰不远处的清朝皇陵 不得已之下 李鸿章打通公亲王和纯亲王的关系 得到默许 悄悄修建了一条铁路 但即便这样 火车还是被迫用骡子 运作了一年多 为了取得 当时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支持 李鸿章 让人修建了一条长 1510米 从北海到中南海的铁路 作为慈禧的运用铁路 并邀请慈禧太后前往体验 慈禧虽然早已听说过 铁路的方便快捷 但心中并不以为意 反而对这个大家伙有点犯处 事成当天 慈禧看到鸣笛冒烟的火车 立马就慌了起来 要求撤掉火车头 该用马来拉 李鸿章听后当即就愣住了 要是用马拉 怎么能体现出火车的优势 但又无可奈何 只能临时套上马车 讨慈禧欢心 后来随着慈禧乘坐次数的增多 再加上纯亲王 和公亲王两人在旁进言 慈禧终于答应换上火车头 体验到了火车便捷舒适的慈禧 终于对这个新的交通工具有了好感 几个月后 慈禧正式颁布了 新建铁路的文件 洋务运动才得以提速 正是由于慈禧等顽固守旧势力 把持朝政 清朝错过了最佳的发展时机 洋务运动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清朝也错过了 最后一个挽救自己的机会 各位看官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